特的地方究竟在哪呢 我想他们要什么你比我清楚 有的人想要钱 只有飞机 银河影像中让人最熟知的作品就是暗战了 有意思的是这是一部基本不使命枪的枪战片 香港导演中吴宇森从不吝啬枪战片中的子弹 其他人也是如此 只有杜琪峰的这部暗战对子弹的运用 几乎到了抠门不花钱的地步 暗战让人记忆深刻的主要地方 就是编剧所体现的高智商和点到为止的爱情案件 香港的一对一的警匪片从吴宇森的电影时代 就开始融入惺惺相细的英雄倾诉 而由杜琪峰引起的新潮流 则是融入了高智商元素 在暗战所描述的72小时复仇故事中 我们看到的是两个高智商的高手过招 这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好莱坞式打偏的身影 够了 你没枪啊 不怕我杀了你 你看他打我 车会翻的 是啊 很危险 能送我去警局就算你赢 我不是每枪都这么准的 我数三下就开枪了 一 二 二 三 我们香港电影有Hollywood的影子 但是有很特色的香港电影的格在里面 它就是有了他们那个法国编剧 它有了那个很好的Hollywood的pattern 它没有了个style 谢谢你了 偷了什么 偷河上抢来的 一颗价值八千万的宝石 哎 我们的位置对调了 上次是我开车 你拿抢的吧 暗战 作为杜琪峰最成功的商业片之一 刘德华功不可没 他不仅较好的表现了导演的意图 更凭借自身的人气和关注度 将这部电影推到了众人面前 获得了银河有史以来最好的票房成绩 而刘德华本人也凭借这部电影成功问鼎 电影金马奖 这位被称为香港最努力的艺人 也靠着这部电影向观众展示了自己的演技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你干什么